谈谈电影,毒涉破了1亿 我们待会再跟进一下 然后片尾我们今次看了风再起时 但曾经是三度想离开的影院 已经是144分钟,即是两个半钟 里面真的很受不了 其实我已经是没期望想着进去看电影 谁知道潮位其实不是那么多戏 我发挥的那些不是太多 主力是成省 但是成省的演技还未拿捏到 片尾还未再补充 看一看毒涉破亿 首部港产片 亦是亚洲片现在第一位 只要过多600万 就可以进入最高的十大 现在港产片一哥 但是全部电影加起来还未成功 即是Marvel、阿凡达的过亿 几亿 他差600万就可以进入史上十大 香港 紫华也很开心 当自己中了六合彩 然后导演很冷静 他说纪录不是我保持的 我是破的 其实他是沙尘的 他说得出的 他过往执导过或负责过 应该说 负责过参与的几部电影都是高票房 但也没想过这么快会去到一亿 那时刚刚出电影 觉得真的有机会挑战八千万 但一亿当时没想到 我自己说的 因为势头里面的商业元素 然后演员很好 也适逢新年档期进来 然后最大的竞争对手 级十九岁也下了马 那变成了票 当然去到那里了 就是门票的票 我今天去看早场 封了时 迟了少去 为什么这么多人 最好笑的是前面有个 有对老夫老妻在买 我说你买明天 他们是买明天的毒舌 你看看仍然是买预售的 所以这套毒舌有权 多多六百万可以进入 所有的十大 即是最高票房十大 现在是港产片的第一只 今天导演很厉害的 韩战和梅艳芳也有份参与的 所以很冷静 对打破纪录 看回香港史上 最高票房十大 复售者有几载都进入 全部过亿 最高2.2亿 第四载 终局之战 是2.2亿 亚凡达1.86亿 其他不等 其他都是那些系列 水资道排第四载 铁达尼是厉害的 铁达尼是3456 排第六载 那时候25年前 那时候票房也没现在那么贵 那时候也能创造这么高 第六位很厉害的 近年就是TOPGUN 独行盒 第九 其他都是那些 美国队长 铁甲奇盒 那些 阿Dee就限运 他就说不要用完运就好了 希望是刚刚开始 而不是用完 难得 我是挺喜欢看阿Dee演戏的 以前他演戏 或者是出三场戏 我是很深刻的 所以见到他 你当是走运实力 实力也有的 整班全都做了好好的影评广告 能够参与1亿的电影 是荣幸的 还有说笑 那些粉丝不要叫我一哥 叫我何启华一亿 这样说笑的 另外就是刚才 譬如 杨思泳 只是说 多谢大家支持 然后丹妮 也是很客套 也是很开心 遇到这部电影 然后黄敏德 也是说很棒 也是有幸参与到 反而就 比较创意的 了子鱼 就是说 我现在是一亿票房的女星 哈哈 谢君豪也没有想过 这部电影 或者是香港电影 竟然出现了一亿字 港产片 最精彩的是 林宝宜开了承诺 他自己个人开 如果过到一千万 就拍一集 加我电影 我一定会来的 我相信大家都很乐意 我相信最终 埋单的成绩是多少 我们来看看 风再起时 去看之前 我是零期望的 因为看了影片 一听晨晨说对白 已经没了期待 对上一次 因为他的物路人的题材很好 可惜 剧本是很松散的 然后 期待晨晨的演技 会不会发挥到 其实还是不可以的 来到这里 看了一期陈连 仍然是那个晨晨 我毫无期望 反而唯一的期望 就是看潮伟和许冠文 但是潮伟似乎 虽然好像仍然是主角 但是感觉上 他其实是配角 所以气氛 你计算他是男主角 但是发挥 不是那么男主角 另外反而 周文健 挺惊喜 又有些气氛 参与 反而继续找见 就是谭耀文 但是整体有一个问题 整班人很老 老得很紧要 他们已经找了一些 譬如徐天佑 新演员 或者其他 就一个扮 梁潮委 徐天佑 就扮国库城很像港 但是他们似乎是没有了那种 30岁 刚刚血气方刚 那种去到中年迎接 那种状态是没有的 全部很老的 面容 那种很潮水的感觉 那是完全投入不到的 一来就变了老探长 没有了中年探长那种风采 这是差点 另外两个男主角 主力的国库城不行 那些演技 其实不是单单不摆就行的 那些不摆就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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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也有很多东西 就是潮委那些 国库城 仍然一用技巧 就是东西都多了 我想仔细一点 东西多了8% 6-8% 总之力 那些表情情感 全部是多了 另外他演戏 仍然有很多开口牌的演技 就是继续称 就是说笑 就是他玩掌门人的古东西 也是对的 开口牌的演技 那些演技太明显了 做得过了 明显了 那就没办法 仍然要揣摩 可能要去深蹙一下 出去找大师 演来演去也是这样 没办法 反而我如果全部来说 我最惊喜的是徐天佑 演得很豪衡 他演国库城年轻的时候 还有两个人很相似 有些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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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剪接一路去交错两个人 剪得很好 还有拍的时候也拍得很好 几乎是没有动过 两个人 然后镜头一路转 你分不清哪个是天佑 哪个是晨晨 然后好像是由头的什么晨晨 其实不是 好像天佑出现过 一路转来转去的很有趣 天佑的演技很好 如果我经常说 很简单的 你是老板 你想签哪一个 帮你拍戏 如果这部戏 潮卫不用说了 但签不起 但天佑很惊喜 真的值得预计戏给他 我帮他代表老板说 值得给个机会 天佑很惊喜 很到位 如果你说那些拿捏准确 天佑那些 真的很惊喜 他一次表现 希望他会有更多的电影 继续发挥一下 他当然不算年轻 但如果演戏 可能也算年轻 年纪还是不年轻 但资历 给了他机会 之前吹很多风 许冠闻裸颜 他已经在返达配角 只是他一段戏 就已经充满期待 我当然很期待他 很期待他会闻 崇拜到他会闻不得了 我觉得他是智者 我很崇拜他闻 不是他搞笑的 是他人的智慧 是很不得了 但好像气氛 又不是很多 但里面当然很到位 也有一段就是 向着那些 老伙大哥 由总督、港督、警务署长 各种大哥开会 他一段英文狂说很久 就是说服他们 你是否想 我们将来的小鸚仔 家伙众要付钱 消防员才会来救火 我们去医院救人 要付钱才肯救 是否想要一个这样的香港 那段很棒 还要用英文说的那段很棒 可能大家担心 那些气氛少了 但不担心 曾经最少气氛 被誉为刀拿奖的 就是张达明 就是文浩人 好像真的是三场戏 就拿了蓝培国 那时候好像是适逢疫情 竞争的对手不是那么多 因为参演的电影也不多 今年也不多 看看许鲁文 Michael 看看我能不能拿 希望他拿 希望他上台说话 支持 很难得 希望他能拿到 另外他的中段 突然有个很熟悉的面孔 他就是 那时候又会弄到 1941年的黄军 那些桥段 我心想不是1970多年 那时候贪污廉柱那些 时空交错到是乱七八糟 很顶不住 三度上来 中段 有个熟悉面孔 在皇军时期 女儿怕被日本人强奸 全都要扮演男人 然后他这么熟悉面 原来春夏 即是踏血沉梅 那女主角 一炮就立刻拿影后 即是击败标准拿影后的对手 就说一时爆肚 不要说人命了 但是很厉害 那年的对手很近 他就 黑马姿态爆出来 但其实我那人觉得他狼 来到这里很棒 有春夏看下 挺好的 但气氛也不多 点到即止 有点看下 但不够后那种 今天也有很深刻 就是当去到 港南江和雷洛 之前那些追龙系列 主要是女乐和碧豪 就是在谢君豪做碧豪 到中后段出现 谢君豪很好戏 其实也能演出一个型格 但是那一看 就真的不要再拍这些追龙系列 虽然那些是黄精的 其实这套追虎琴龙我推介 因为里面全部影帝 四大影帝 当然吴振宇好像没有赢过金像奖 但也是影帝级 四个只看电影帝 但是这些追龙系列真的不要拍了 为什么看到郑文豪演帝豪 那一刻真的好像感觉是 是不是要把这个桥段做到多烂才肯收手 这一套不是黄精的 其他人也是 已经是循环了多少次 那些网民是否要做到死为止 现在这些年轻人才肯收手 还是他有策略的卖浮 或者是合拍 上大陆 现在是跟回这个循环 开始慢慢吃这些东西 现在真的不要拍 尤其是很深刻 虽然他也演得很好的 阿君豪 但是哎呀 又丙豪又蓝光又磊 又收片 但是这一套也尝试扭桥 不想进入组套里面 但你怎么扭 最后又是要那些 竟然冲打 又是暴动 又是喝咖啡 又是什么 你始终都要回到里面 最非你完全不说 你不行的 不说 我一口气说了很多 一路走一路 这一路风再起时 我不想评论 评级 总之我看完的感受是 144分钟有三个时刻是想离场 但是也尊重自己 无谓 是很帅气的 但是我做不出这些东西 捱下去就看完 所以还是不要约别人看 如果约别人看 约别人看 分手分手 看得到 2.5小时真是扔布尺 小心小心 自己无聊可以去看 将来有一些网上版本 或者网上付费去买看看 入场因为2.5小时 真的挺难定 今集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下面留言